今天要上的是一个很喜欢好的内容 叫做音调 音调就是声音的高音 高低 高音低 坚热的声音 低沉的声音 由频率决定 由频率决定 OK 记得 音调叫做 声音的高低 由频率决定 下一个是重的 同样的材质 越轻薄短小脊 所发生的频率会越高 不同材质 尼龙弦 还是金属弦 当然就不一样 如果同样的金属做的弦 越轻薄短小脊 它发生的频率越高 考试就这样考的 画一张图 摆一些东西 问你谁的频率最高或最低 或者问你说 这个声音太低了 你要怎么调整 让它会变得比较高一点 答案就是越轻薄短小脊 当然有一些变化 你会做到这种题目 比如说管子里面装水 一种是用敲管子的声音 一个是往管子里吹气的声音 问你谁比较高 这两个答案正好相反 我们以后再告诉你 怎么回事 OK 是看谁在震动的意思 音量 轻薄短小脊 频率比较高 就是一些抖了尼巴收看看就好了 我们常常会用那个A调 拉拉440克 音叉是常常做这个 OK 然后呢一般的变化 你看一下就好了 平常正常情况 一般情况 男生说话声音会比较低 女生说话声音会比较高 比较尖韧 尤其那小孩子会比较高 小孩子会比较高 然后呢你知道 就当青春时会变身嘛 所以男生就会开始 因为荷尔蒙啊 不拉不拉关系会 因为比较低沉 然后女生就还是比较高 但是还是比小孩子低一点 比较低 然后 那有一些人变身 没有变过来 就会发现男生说 还是那个尖尖细细 或是怎样 OK 然后一些参考的 看看兄弟 都不用这一句 不用分 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都不用管 你看一下 就是告诉你说 一生有高有低 好 第一 这就是问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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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谁是对的 韩兽的力量越大 就是给他的能量越大 就是他的政府就越大 政府越大是响度越大 不是频调 频率越大 频率越高 不是音调越高 所以A是错的 同样的材质 越轻薄短小几 他就会 音调就会比较高 所以 弦长如果改变 短弦会比较高音 长弦会比较低 那个会弹乐器的都知道 吉他按一下的位置都知道 那个高音跟低音都晓得 所以B是错的 然后呢 珠心不同 越粗的频率就会越强 越高的频率 越细的频率就会越高 好 所以呢 C也是错的 所以答案就选猪 比较紧的弦 频率比较高 比较松的弦 频率比较低 比较低 所以我们答案选猪了 就是立体零肌 好 同理 练习05 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跟刚才题目基本上是一样 基本上是一样 停车战界问 帅哥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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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个重点 轻薄短小颈音调比较高 所以珠改变弦长 没有办法改变音调错的 短的就会高音长的就会低 长度短音调高 然后呢 所以B就是错的 然后呢 初弦音调低 随时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答案选 旋长越长 音调越低 好 所以选项A是对的 这个重点就是 我刚才跟你讲那句话 相同材质越轻薄短小颈 音调越高 频率越高 这是你要记住 考试爱考的重点 OK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